哈喽 时候开始呢 被妈妈抛弃了 据说是家族的秘密 所谓这个秘密呢 好像跟他小的时候 一种感觉有关系 因为小的时候 他一直觉得 他的灵魂被诅咒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好像是被下杠头了 后来他的一个朋友 从一个法国的通灵人士 那得到证实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从小的时候 他就一直生活在 这个阴影里边 然后2008年 他的奶奶过世了 因为他跟他的奶奶 关系特别特别好 奶奶过世后一年 他就感觉 他的奶奶的灵魂 开始是一直跟着他 后来奶奶过世 以后一年呢 他怀孕了 他感觉是他的奶奶 但是呢 根据医生的诊断 说这个孩子 如果生下来就不正常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打掉了 现在他一直就非常内秀 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好 你先告诉他 他跟奶奶的前世缘分很深 第二 他跟他奶奶前世是夫妻 你讲得响一点呀 没关系的呀 他听得见的 他听到有翻译的 听得懂吗 他一直身上有个灵性 那个通灵人讲的也是对的 在过去 在过去 他们家族里面 养通灵的 就养生灵的 就是家里共仙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起来说 家里拜那种家仙的 晚上 经常会听见声音 求这个事情 就会灵 对 你跟他讲啊 对 你听得懂 你听得 souvent 一些声音 当你感觉 有些东西 就会发现 然后它发现 它变成了事 是真的 越来越是这样子 看见吗 盧台长 不管什么样的人 都能看 他现在 灵性在身上 因为鬼怕人 所以他看见 很多人他都很害怕 听得懂吗 是他的奶奶吗 现在是他奶奶 他也说 他说是 经常感觉到 就是他身边的人 在死之前 活着的时候 都来找他 找来之后呢 没多久 这些人就过世了 很简单 要他 他就是说 他能够知道 因为他奶奶在他身上 他就能知道 谁要死了 谁不死 像这种 其实很简单 只要通灵人 他到医院里 去走一走 你看台长 有一次去看 一个病人 我跑到医院里 去看看 我一看 我就知道 这个人 已经黑白无常 把他准备抬走了 这个人过两天 就走掉了 就这么简单了 你告诉他 很不幸 很不幸 他2008年去过印度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学会念心经了 所以他现在一直都会在念心经 所以他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感情要告诉他 佛法深奥无比 每一个法门都有它不同的特点 所以你告诉他 要让他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 那就是他自己的最好的法门 所以他现在如果觉得能够救他的话 那么他好好地学心经理法门 保证他好 听得懂吗 Oui Si tu comprends que la voie de notre porte de la compassion eh bien pour toi il faut suivre le chemin sans arrêt d'accord il faut voir vraiment c'est ton bien c'est ton choix et il faut le suivre d'accord 你跟他要讲 要叫他多晒太阳 他现在身上的阴气 重得不得了 il faut prendre beaucoup de soleil d'accord parce que le donchon le donchon souvent c'est trop 我知道你阴气翻不出来的 le yin c'est yin 听得懂吗 其实他这个人也是半灵通的人 对了 他其实他完全看的时候 我身上有没有菩萨 你叫他讲我身上有没有菩萨 est-ce qu'il y a Buddha sur Maître Lou tu vois tu le dis il est le sang pardon 他说他感觉得到 就这个号 他抽到这个号 在他抽之前 他脑子里面过了 这个号 所以他一拿到这个号 你记住了 实际上 他这个阴影 必须要去除 如果一个人 老被鬼缠着 这个人慢慢慢慢 时间长了 他就不会正常了 所以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上 讲起来 就是这个人不正常 听得懂吗 像他这种 一定要台长救他 就是说要让他念经 你要让他念小房子 送给他身上的奶奶 让他走掉之后 不控制住他 他才行 他现在不是奶奶 一个控制了 还有家里一个家线 一直在控制住他 家线 有没有孩子 什么牌子啊 孩子 他打胎三个孩子 一个是掉了 两个打胎 一个掉了 两个打胎 三个 你把这种放 对了 看见了吗 对 对 看见了吗 对 他奶奶 现在不一定肯走 现在不一定肯走 我看见她奶奶 不像一个法国人 像一个 其他国家的 这个样子不像正宗的法国人 有点像 东欧也不知道 像那种 你问问他不是法国人 你奶奶是不是法国人 你跟他讲国语啊 这个人怎么搞的 冲着我讲法文 冲着他讲国语 有没有搞错啊 搞错了 他说他这一世 他的奶奶这一世是法国人 这一世 你看 他就说了 他知道他奶奶上一世不是法国人 他这个人 他说对 他想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 这种人是属于西人的通灵人 你听得懂吗 所以今天西人的通灵人碰到了 华人的通灵人 但是华人的通灵人更厉害 你跟他讲 你要叫他要放开 因为你告诉他 他奶奶没有恶意 要伤害他 他心就会放开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你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吧 不要听你讲了 他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他的生活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好 他几几年属什么呢 1969年7月11号属鸡的 你告诉他 他过去有一个男的 跟他慢好的 后来吹掉了 就拜拜了 听得懂吗 他跟我讲 他有一套房子 过去租给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跟他很好 对 跟他很好 就等于说住在他家 对 但是 他见吗 但是七个月以后 这个男的在他家上吊死了 现在我说的这个男的 就是经常也搞他的 这个男的 听得懂吗 你问他 他经常会 他做梦做到过 这个男的吊死之后 看见我了 现在帮这个男的 要念小房子 要念小房子 要叫他念小房子 先念三十七章 你告诉他 念完之后 我可以叫这个男的 到他梦里来看他 他要看不来 看见不来 西人的想法 跟我们华人不一样 我们华人 念念经 超度走了 谢天谢地 再要好 不要来看了 不要来看了 他们不管了 念完经之后 死了没有啊 还来看我 还问我要吗 来来来 过来啊 那他给他的奶奶 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奶奶要六十五张 明白吗 你叫他经常做个动作 好吧 叫他经常做个动作 这样 然后两个手 这样 两个手 他就能接到 他就能接到 一种光了 这种光 对他现在非常好 其实他很可怜 他现在非常害怕 是的 明白吗 他连上来书画 他看见谁都害怕 对对对 我告诉你 他看见台胆都害怕的 我身上有一种光 他非常害怕的 因为不是他本人 而是他身上的一个鬼 对 本来这个号 他是第一号 就是看图腾 他害怕 现在轮到最后一号 对啊 你问他呀 你问他 你相信不相信 Master Lou能够帮助他 对相信 我告诉你 相信就能接受人家的光 你不相信别人 你就接受不到人家的光 明白吗 我治西方人多呢 没问题的 像他这种病 就是灵性病 看不好的 医院里看不好的 没办法了 好了 他想问问他的图腾颜色 图腾颜色 说鸡的是吧 对 是偏深色的 有点黑的 偏深色 不是完全黑的 叫他不要穿得太黑 你叫他那套房子赶紧卖掉了 你叫他那套房子赶紧卖掉了 你冲着我讲法文干嘛 对不起师傅 他已经准备这个问题了 我说你的问题有点多 我说先不要问这个问题 你赶快跟他说 赶快要 赶快要卖掉 你跟他说三个月 Master Lou给他加持了 三个月当中卖掉 会有个好价钱 好了 你现在讲了停不下来了 好了 好了 不能再问了 给人家问问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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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